文络新闻timeshighereducation根据student.com的书籍教导在中国留学如意流行 学生给中国留学有一些有 第一,时代潮流是在中国学习现在中国第四流行的目的的 中国也有第三最大留学学生的人口 第二,中国很大,有很多多样的生 所以学生有很多在哪儿学习选择 你可以去北京,上海,广东和六宁都现在流行 第三,中文大学向有好名声 从2011年,中国大学的级别提高很多了 其实,级别继续提高 如果你有很好大学文凭 然后找到很好前程 第四,在中国里留学学生常常供费留学 中国政府给留学学生提供四万块的助学金 第五,很多公司跟中国营业 一些公司有贸易写定 如果你有中文的经历 这家公司追得你的 有必要毕业 所以他们要两才留用你 留学的经历也复工准备你 一个留学学生说了 如果你可以住在中国存活 然后你在世界可以一切存活 从中国回家以后 你可以面对现实 你会准备 你没有工作准备的不一样 如果你要看见 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文章 你可以留学下面的链接